我不知道有上過等功智慧學校 你們CNN講完後面講哪一些 然後還有物件政策沒講 我的博士班學生就是上網CNN 他說老師我整個深度學習就了解 完全了解了 大概就結束了 那我是還有兩星期 兩個還有四天的課 今天把這個講完後面 你會發覺是還蠻多東西可以講 接下來講CNN 看我講的CNN跟你講的CNN有沒有一樣 我們來看 所以你也叫DataMining 所以你應該也蠻熟的對不對 沒有很熟 因為我們過去是學類更新網絡 然後深入學習 我們後來很突然 好 來我們有點斑門弄斧 來我們看 來 那CNN架構 其實CNN的最早是LaneNet 很簡單 LaneNet 那得到冠軍的就是那個LXNet 可以嗎 那LXNet他當初也沒給他的名字 那就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做LX 然後因為名稱我們叫LXNet 可以嗎 那就是有一個叫做Image Retrieval的比賽 可以嗎 ImageNet 然後Image去做Retrieval比賽 他拿第一 可以嗎 2012年 拿第一 所以深度學習起來就2012年 對不對 2012年起來 那他每兩年舉辦一次可以嗎 那所以 每兩年舉辦一次 所以 2014年 就有所謂的GoogleNet跟VGG 拿一個拿第一名 盧同學拿一個拿第一名 拿一個拿第一名 那個GoogleNet拿第一名 但是因為VGG比較簡單 我們當做一個Base Line 因為大家做都要贏他 因為最簡單 所以 其實2014年 是這個 VGG拿第二 這個拿第一 但是因為GoogleNet太 太龐大了 他唯一留下來的就是Inception Inception Inception Inception電影有沒有看過 就是夢中有夢 夢中有夢 就是做一個夢想 裡面有一個夢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 我都覺得那個導演 應該有念Compute Science 念資料結構 為什麼 Inception就是Stake 可以嗎 Push push然後再Pub 出來 可以嗎 那最近有一個 什麼天人 他就是Double Link Double Link List 做夢 就是他做夢Link 然後Double Link List 有Forward還有一個被握回來 對不對 那是Link List架構 對不對 有另外一個天人 就是疫情的時候有一部電影 然後終於可以進戲院去看 然後有一部電影 有人跨博 但是我覺得就資料結構 把它淘進來就 它就是一個人生 然後斷裂 它要去把它的人生找回來 對不對 然後就再倒回去 它就是Double Link List 我原來的Link List 只能前進它一個 可以雙向回來 它就把它串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 Recisionate Recisionate 我覺得會殘存下來 Recisionate它就是會有一個 Scape Connection Scape Connection 所以Scape Connection 可以解決所謂的T2消失 這是另外一個Solution 所以李同學 什麼叫Scape Connection 李冠偉 什麼叫Scape Connection 就捷徑了 可以嗎 有了嗎 就捷徑了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職員要 要升遷最快 就是爬 就是女朋友是董事長的女兒 對不對 他可能升得最快 就是有一個捷徑上去 Recisionate就多一個Scape Connection 另外一個就是DanceNet DanceNet 那這幾個架構 我會在另外一個章節 Architecture章節 我會全部非常詳細的介紹 我不知道那個老師 你們有教這個嗎 就是我全部 我全部裡面的架構 我全部會講 裡面的優缺點 全部會非常非常仔細的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個Connection Nate Network Unet Network Nate Network 跟主要關於 下面 bereit 一定要設定